还分几份 就这么多 还不分了 不分了 六分 你这么这样 你随便想一张图 什么都能想 四张还是五十二张 五十二张 五十二张 对 别想梦 五十二张 想好了吗 想好了 想好了 你随便拿鞋乱来 看在不在里面 不在 不在上面 再拿另外一桌 直到你看那张牌 在哪里为止 在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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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 这样啊 我现在呢 一张一张的往下放 然后呢 你要记住 你那张牌 在第几张 嗯 明白吗 但是你别告诉 也别楼露出 任何的眼神 和告诉 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然后你那张牌 在第几张 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现在你把这桌牌 任意的放在 这哪桌牌之上 都可以 嗯 然后呢 其他的牌 也可以 就这桌放这儿 这儿放这儿 随便你放 往上放 也可以往上摞 可以往上摞 对 随便怎么摞都行 对 然后你再 再把这摞上 然后你 希望我们俩 谁找出你的牌 你来吧 我来啊 嗯 走吧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要这么说 它肯定有可能 现在这张牌 在第一张 不可能 不可能 嗯 嗯 你再打一箱子 现在再最后一张 再打一箱子 在中间 你信吗 对 没错 在这个位置 你说对了 就在这个位置 你说对了 呃 你觉得呢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刚才说的牌 是第几张 能说了是吧 对 你刚才记得牌在第十一张 第十一张 是吧 那一个三张 你牌应该是在第十三张 十三张 信不信 不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那张牌是什么 红袍K 在学习扑车 排行魔术 最基本的 就是一定要学习控制这张牌 怎么控制的呢 你教大家一下 好 一张五 一张五吧 也一样 一张五呢 实际上我是把它插在中间 然后把它插进来 插进来呢 实际上我手拿开就明白了 并没有插进来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靠这块 把它给加上来 这张牌呢 这张五呢 就跑到第一张了 但是你们这个 但是你知道这个 可以做到有多快吗 不知道 看好 做完了 做完了 你要看清楚 我是怎么做的 不可能 我不信 什么让它难以置信 听说过固体穿越固体吗 帅呆了 酷屁了 简直无法比喻了 他为何又赞叹不已 多难当啊 谢谢谢谢 魔术背后的秘密 即将为您展开 魔术师教您学魔术 敬请收看 百科探秘 纸牌由你飞 魔术师似乎总是解释得明白无误 但实际上 就在你认为自己已经看清楚的时候 你已经误入歧途 学会了魔术师令人信服的语言表达 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自信 和百分之一的搞笑天分 就请您上台表演吧 如果您现在已经跃跃欲试 请注意下面的步骤 魔术师现场教你找牌绝招 现在呢 你随便选一张 记住啊 你自己记住 给所有人都看一眼 给所有人都看一眼 我们老选这张 记住了吗 嗯 好 把它插在中间 没有做过任何几号 对吧 把它插在中间了 好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牌 把它分成六个 你觉得这里的有你的牌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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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啊 确定 再看一眼 嗯 有没有 没有 嗯 你觉得认为哪一个没有你的牌 这个是吧 没有 没有你的牌 嗯 是吧 嗯 好 你认为这五个牌里都没有你刚才看的一眼 我当然是懵了 好 那么你现在把剩下的牌呢 再给他分一眼 你们俩人玩我一个 我才想明了 没关系 这两张 有没有你的牌 没有 没有 那你觉得这六张 哪张不是你的牌 这张不是 好 哪个 哪张不是 哪张不是 哪个 哪张不是 哪个 哪张不是 上下最后一张 是你的牌 在刚才的魔术中 魔术师充分运用了数学原理 纸牌的位置 其实是计算出来的 所以无论张腾月选择哪一摞保留下来 那张红桃K肯定都会最后出现 看到这里 相信您已经参悟了魔术的一些秘密 不过接下来的表演 还会让您瞠目结舌 魔术师教你读心术 猜出别人手里的牌